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人生假星星 我是星星 要做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毕竟在社会上就有种种的束缚还有责任 连我们一般人都很困难 更不用说是王室成员 之前我们说过的好几位王室成员 都因为王室这两个字 让他们的人生变得更坎坷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国王 绝对是历史上排名前几名 不受身份约束 超级做自己的君主 他挥霍财富 好赌爱吃 最大的兴趣竟然是偷东西 而且最后还是被撑死的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埃及实际上的末代国王法鲁克仪式 1920年2月11日 法鲁克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地人脚宫 他的父亲弗拉德仪式是埃及和苏丹的国王 之前我们在修维多利亚女王时有提过 因为埃及在建造苏伊士运河时耗费巨资 导致国家的财政出现了问题 1875年 英国便向埃及廉价的购入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 从此英国也将手伸进了埃及 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利益非常的庞大 英国一直想要完全控制 于是1882年英国发动了对埃及战争 埃及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进入埃及英治时期 直到1919年 埃及境内开始爆发大规模的独立运动 断断续续的持续到了1922年 英国终于被迫放弃统治埃及 它是人保留了一支驻军 以及掌握着埃及的国防 外交 小数民族等事务 还有苏伊士运河与苏丹的控制权 简单的来说 英国是从台面上的统治 变成了台面下的管理 同年埃及宣布独立 成为了君主立宪国家 法鲁克的父亲弗阿德仪式 从埃及苏丹国的苏丹 改封号为埃及苏丹国的国王 法鲁克的母亲纳兹利萨布里 是来自一个有土耳其和法国贵族血统的家庭 他是国王的第二任妻子 比国王小了26岁 国王的第一段婚姻曾经有过一个儿子 但是不幸夭折 一直到他52岁这一年 年轻的新皇后 才为他诞下了期盼已久的继承人 王后颜母嫔子贵 在生下儿子之后 终于被同意从天宫 搬到了埃及正式的宫殿 跟国王一起居住 为了庆祝继承人的诞生 当时还是苏丹的弗阿德 大摆了三天的宴席 并且宣布法鲁克为苏丹世子 后来弗阿德改称国王 法鲁克就成为了王储 被封为塞伊德亲王 塞伊德的意思就是 承袭了莫罕默德的高贵血统 在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很尊贵的进城 不过法鲁克度过了一个 十分压抑的童年 因为他的妈妈在生下他之后 接连生下的四个都是女儿 所以法鲁克成为埃及唯一的继承人 也因此他的国王父亲弗阿德 对他严格的控管 一天只允许和妈妈见面一个小时 而且除了妹妹之外 不被允许和任何外人见面 也几乎不能离开王室的区域 即便雄伟的集赛金字塔群 距离他的住所只有12英里 他却一直到登基后才有机会造访 为了培育优秀的未来国王 法鲁克从5岁开始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运动 接着开始上课 国王福阿德为他请了多位家庭教师以及伴读 法鲁克展现了他在语言方面的天分 他说得一口流利的古典阿拉伯语 可兰经就是用古典阿拉伯语书写 所以穆斯林认为这是一种很神圣的语言 后来法鲁克也经常使用古典阿拉伯语来发表演说 除此之外他还会英文、意大利文 更不用说埃及贵族惯用的土耳其文、法文 以及他的母语阿尔巴尼亚语 语言天分不在话下 不过这大概也是他人生唯一的成就了 马鲁克被认为有学习障碍 在其他的学习方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他曾经写过一天文章 开头是我的爸爸有很多部长 而我有一只猫 想奉承光的老师评论他写得非常棒 是未来的文坛之星 不过一位真的想要把王厨教好的老师 给了法鲁克这样的评论 很遗憾你不知道关于你祖先的历史 比起学习 法鲁克更热衷恶作剧 他常常把老师耍得团团转 还曾用空气枪射破了王宫的窗户 而他的国王父亲一方面对他严格管教 另一方面又频频送他昂贵的礼物 在法鲁克11岁时就得到他人生的第一台车 福阿德国王的极端管教 也让法鲁克的性格变得古怪 时常无赖有的大喜大悲 因为在埃及无论怎么换老师 都无法教好法鲁克 英国又不断要求要将法鲁克送到英国 老国王福阿德只好同意让儿子去英国读书 看看英国的教育是否可以挽救儿子的学业 原先是预备要把法鲁克送到英国的贵族学校 伊顿工学去就读 我们都知道伊顿工学就是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的学校 绝对是英国一等一的顶尖学校 出身王室又是王储的法鲁克身份当然是非常的符合 但问题就是在他的学业完全不行 连入学考试都没有办法通过 不过1935年的10月15岁的法鲁克还是被送到了英国 为了照顾这位未来的国王 埃及派出了一个庞大的陪读团 除了有阿伯宇老师 随从还有医生保镖等等各式各样的随行人员 法鲁克以禁修生的名义 进入了在伦敦东南部武力期的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就读 他每两个星期就坐着劳斯莱斯教车去学校上课 准备正式入学考试 不过法鲁克本来就不爱读书 现在又脱离了父亲的掌控 带着大把的钞票来到相对开放的英国 他根本无心学业 不是去伦敦购物就是去乡间打猎 而且还常常和威尔斯亲王去赌足球 当时的威尔斯亲王就是我们熟知的温莎公爵 而且法鲁克也毫不避讳的出入深色场所 据说他在英国短短6个月就至少和10名以上的女性有过关系 1936年1月 法鲁克代表埃及参加了英国国王乔治武士 在威斯明斯特大教堂的上例 同时间他的父亲也病重 但是英方迟迟不让法鲁克回国 一直到4月底他的父亲过世才让他回到埃及 法鲁克也因此错过了父亲的最后一面 年仅16岁的法鲁克继位为埃及及苏丹的国王 他不仅继承了王位还继承了父亲的高额遗产 包含约合今天一亿八千万美金的钱 尼罗河河谷肥沃的七万五千英亩的土地 五座宫殿 两百辆汽车以及两艘游艇 同年埃及与英国签订了新的英埃同盟条约 期限为20年 代表着英国将继续游行无行的管理着埃及 隔年1937年的7月达到法定继承年龄的法鲁克正式加冕为法鲁克一世 他是莫罕默德阿里王朝的第十任统治者 在加冕典礼上17岁的国王用广播对人民发表演说 这是埃及的王室第一次公开面对人民 他说道如果神在我这么年轻的年纪就让王权交给我 我也做好了为我的职责牺牲一切的准备 在刚登基的前几年 法鲁克确实是受到无论是埃及一般的人民或是贵族的欢迎 因为他有着遗传至母亲的埃及贵族血统 说得一口流利古典阿拉伯语 再加上他超过180公分的身高 以及年轻的法鲁克国王真的是长得蛮帅 外在整体形象非常良好 1937年法鲁克登上了Time杂志 他评论他为最值得关注的领袖 《生活杂志》则写到 法鲁克是现代穆斯林绅士的最佳典范 但是很快的这位年轻又等同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国王 马上原形毕露 即便贵为国王 他依然像个小屁孩一样喜欢恶作剧 时常对着官员打嗝 把面包搓成团丢向嘴虫 有一次有一位女兵向他行屈膝礼食 他竟然把冰块丢到了女兵的衣服里 然后对旁人笑道说 我帮他冷静一下 1938年1月20日 国王法鲁克在埃及开罗举办的盛大的婚礼 迎娶一名贵族千金 并且为之改名法利达 婚后不久 法利达往后就生下了两个人的第一个女儿 但是结婚和成为父亲 都没有让法鲁克变得更成熟 他曾公开的表示 爱情是不应该受到任何束缚的 所以他大摇大摆的四处留情 情妇至少有上百个 他也开始肆无忌惮地享受取之不尽的财富 和至高五上的王权 他经常到欧洲大肆采购 搜集稀有硬币 他曾经拥有硬币 全世界价值最高的硬币之一 是美国1933年铸造的双硬金币 同款的硬币呢 在2002年纽约苏富比拍卖 以总价759万的美金成交 法鲁克还规定 全埃及只有他和他的随护 可以开红色的车 这样他开快车的时候 才不会有人敢拦下他 而且每当国王开车出门 后面都会跟着一台救护车待命 以免国王出意外或是伤到路人 他甚至还要求议会 在蒙塔闸宫外新建一个新的火车站 但其实呢 王室一年只会使用这个火车站两次 一次是夏天到蒙塔闸宫避暑 另外一次就是秋天返回开罗时 所以议会拒绝了国王这个任性的提议 但是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法鲁克 当然不会接受这个答案 他命令他的亲信 还有仆人直接去拆毁车站 让议会不得不批准建造新的车站 还有次他做了个关于狮子的噩梦 一起床 他就拿着猎枪去结束了 开罗动物园狮子的小命 除此之外 他也是个美食家大卫王 每天早上他可以吃掉12颗鸡蛋 和一大罐的鱼子酱 一个中午就可以吃完40只鞍唇 龙虾羊排牛排等等的高档食物 更是没有间断的进食 一天至少要喝下30瓶以上的啤酒 或是碳酸饮料 体重呢 长期维持在130公斤左右 另外富可敌国的国王 还有一个最最惊人的嗜好 竟然是偷东西 为了成功达到这个目的 他还找来监狱里面最厉害的爬手 当他的师父 跟他学习偷窃的功夫 学成之后 为了报答施恩 他便特赊了这名小偷 一开始 法鲁克从埃及的大臣身上下手 后来大臣都学乖了 在进届国王之前 会先将身上的财物都取下 法鲁克只好开始转移目标 偷一些不知道他有这些癖好的外人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中国、英国、美国在埃及召开了 鼎鼎大名的开罗会议 法鲁克国王竟然在这么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摸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怀表 后来还是在英国政府强烈的抗议之下 国王才不请不愿的归还 1944年 伊朗退位国王李萨汉送葬队伍经过埃及时 法鲁克偷走了伊朗国王包含宝剑、勋章等等的陪葬品 当时的伊朗人都偷偷称他是开罗小偷 因为往后法利达生下了三个女儿都没有生下儿子 1948年 法鲁克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和往后离婚 然后没多久 法鲁克就爱上了一个年仅16岁的女孩纳里曼 当时纳里曼已经有未婚夫了 但是纳里曼的爸爸是埃及的官员 国王便下令他们解除婚约 三年后 1951年 两人正式结婚 国王为他的王后准备了 相有两万颗钻石的新娘礼服 以及长达13个礼拜的欧洲豪华蜜月 法鲁克本身就是埃及的问题人物 更不用期待他会好好的治理埃及 埃及人民长期不满英国的治理 又欲上荒诞不羁的国王 终于在1952年的7月 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军事革命 三天内就包围了埃及王宫 7月26日 国王法鲁克一世宣布退位 将王位传给只有六个月大的儿子 弗阿德二世 埃及的军队响起了21身礼炮 为国王送行 法鲁克从此流亡意大利 此称埃及7月革命 隔年埃及正式废除君主制 改行共和制 法德二世的王位被废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 也结束了150年的统治 带着大量建议财宝流亡的法鲁克 继续在意大利 过着他逍遥自在的生活 但是年轻的王后发现 法鲁克书无大志 王室复辟之路遥遥无期 而且法鲁克仍不停的碾花惹草 于是流亡的第二年 王后纳里曼就提出了离婚 而从不会让你失望的法鲁克 竟然就在大街上随意的找人求婚 不过失去文位的他 也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穆斯林绅士 求婚之路屡战屡败 1965年吃完12只大龙虾 10颗牡蛎 8条鱼 无碗炒饭 还有数不清的乳酪果酱 大饼 豆类 蔬菜和水果 45岁的法鲁克倒在沙发上 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 当天就逝世于罗马顺民卡洛医院 虽然有人说他可能是被暗杀 但是根据统计 他生前吃的最后一餐 所有的食物加起来 足以供应一整个军队 所以更可信的说法是 他是被称词的 抄作自己的埃及末代国王法鲁克仪式 传奇又荒谬的一生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 不用了订阅人生假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